小伙儿滚来了一个轮胎,然后往里面倒入了一些双氧水,紧接着是一些肥皂水,又往里面加入了一些点化钾,等把最后一种原料倒进去的时候从里面产生了巨大的泡沫,直接从轮胎里飞了出来,小伙儿总是会把一些东西给混合在一起。 接下来就准备了一些粘性非常强的胶水,看一下把这些粘性非常强的胶水混合在一起,会不会得到一种粘性更强的呢? 小伙儿也是想的比较简单,等混合在一块发现都凝结在了一起,一点粘性也没有了。 又准备了许多蜡笔,把几种颜色比较相近的蜡笔都放在锅里面融化,然后倒在了一个模具当中,当拆开之后就得到了一根巨大的蜡笔,这种颜色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。 于是,美女又产生了一个想法,如果把不同颜色的口红融合在一块,会不会得到一种非常特殊的颜色呢? 美女进入超市之后也是一点都不犹豫,抓起口红就往包里面放,整整准备了两大包的口红,接下来就用刀片把口红给切了下来,都放在了这一口铁锅当中。 就这样,在里面加热了一段时间口红全都融化了,再一次倒在模具里,组装好之后就得到了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色号。